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计划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Luby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例外处理 每一种语言都有例外处理 当然Luby也不例外 好 咱们看一下 看一下今天的质量 首先是begin 这个是一个处理的块 对不对 最后是end 没说的处理块 中间注意 这个就是Luby 比较有特色的例外处理 它每一个写法 其实在其他语言中 也有相应对论写法 咱们仅仅看Luby 是怎么实现例外处理的 好 咱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例子 关键字是上面这几个关键字 好 咱们看例子 首先说 咱们开一个begin 换句话说 下面的逻辑有可能发生错误 然后下面是咱们正常的 业务处理理由 但是 如果这个业务处理理由 发生错误的时候 咱们做一个叫做rescue 救急 应急 然后它会捕捉住 这个错误的信息 同时做错误处理 比如说数据库关闭 比如说文件 比如咱们写文件 再跟数据库 一旦出错 那肯定要事物回滚 然后关闭数据库 关闭文件 这个处理在这个地方做 否则 这个否则是Luby特殊的 在其他语言中 没有这个处理 就是说 我开始住 我rescue住 它的错误之后 该怎么处理 如果没发生错误呢 一般咱们跟数据库 都是正常更新 对不对 那时候呢 它要走这个正常处理 换句话说 当发生异常时 它走错误处理 当正常时呢 它走正常处理 比如说 关闭数据库 也没问题吧 等等一些正常处理操作 比如说 我更新落实表 等等都可以啊 最后 我不管这错误发生 还是没发生 执行完咱们业务逻辑之后 都要走最后一步处理 比如说写日志 比如说写日志 更新数据库 不应该在这里面做 因为更新数据库 也有可能报错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会有特殊的 这个架构处理啊 这个地方 一般我 像我这个工作中 这个地方 我的一般都是写日志嘛 所有的处理都完成了 不管是成功 失败等等也好 我会写一行log 告诉咱们整个 这个函数 这个操作处理呢 反应什么结果 这个结果呢 如何的记录 以便咱们今后的查看嘛 对不对 好 那么咱们整体来说 Luby的错处理呢 一个begin 一个end 这是它的处理块 然后呢 在begin后面呢 写正常业务流 在rescue这 捕捉错误 然后呢 进行错误处理 如果没发生错误的时候呢 现在是正常业务流吗 走正常处理 然后不管发生 没发生错误 咱们都会走 最后的收尾处理 我一般把这个理解 没写log 好 好 那么有的朋友说 我这还不理解 那我只用过java 没用过这个 那java该怎么对应呢 这很简单 先看啊 如果是这个begin的时候 在java中 我呢 在下面写吧 如果是begin 它对应java的try 可以吧 然后呢 这个rescue 对应java的cache 没有问题吧 因为这java 它能捕捉各种各样的错误嘛 所以这个地方 比如说exception 没有问题吧 因为今后 我可能还要开java课 然后 因为这个java中 没有的else 所以呢 不用管 最后这个insert 对应什么 对应java中 final领域 对不对 cshave也是一样 这样的话就一对应上了 然后呢 begin end 我就没有 这个呢 大括号代表begin end 就可以了 其实没用语言的错处也都差不多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呢 咱们今天马上运行这个代码 看一下实际的例子 我呢 一会让它发生点错误 好 我先借上一个临时文件 测试文件 ok 然后 考入今天咱们的代码 好 那我运行咯 现在是什么错都没有啊 哎 大家请看 我什么都没有 我该走哪个逻辑 咱们看一下啊 首先是 处理开始 发生错没有 没发生 对不对 那怎么办 不走错发生 走正常处理 换句话说 咱们会打印 这处理开始 然后呢 打印一个O 是正常处理 正常结束 同时呢 做最后的扫尾处理 打三行代码 咱们看看是不是啊 好 运行箱 卢比 控格 test let's go 哎 怎么样 嗯 大预号 是说什么 我正在处理 马上处理了 已经开始了 O 是说OK 咱们呢 正常处理结束 最后呢 一个下划线 说明呢 我要做最后的扫尾处理 写捞课呀 写日志 报告这个工作结果 放到最后 那比如说 出错了 出错了 咱们说处理开始 没问题 结果 咱们在运行过程中 发生这出零了 时出零得解 什么都不得 肯定系统立歪了 对不对 这时候该怎么运行 咱们试一下啊 我现在出零咯 Go 哎 大家请看啊 我这是 处理开始 没问题 出零 发生错误 打上这个错误发生 然后大家请看 就这行代码 错误发生 发生什么错误了 我这就put了一个e 这个e呢 就是这个参数嘛 它会捕捉咱们的错误类型 比如说 是这个事物更新失败 还是这个数据库 连接不正常 还说没有写权限 还说除零 在这个e中的都会反应 我呢 就直接把这个e的内容 打印出来 什么呢 大家请看这 Divided by zero 什么意思 除零了嘛 对不对 一除零肯定就是 系统出错嘛 对不对 咱们再学这个 这是小学知识啊 不能除零啊 一除零就给你 跑分啊 就这感觉啊 好 这就是错误处理 那咱们没有打印 这个正常处理流程吧 那么咱们怎么打的 是错误发生 错误明细 错误发生 错误明细 最后 最后这个扫尾处理 不管刚刚有没有发生错误 都会走这个扫尾处理嘛 对不对 看上面 上面这个逻辑 是我正常的处理流 最后呢 会扫尾 下面呢 是我错误的处理流 也会走扫尾 坏话说 扫尾逻辑呢 用于捕捉程序的报告 是比较适用哦 好 以上就是给您讲解的 所有关于Luby 错误的 或者叫做例外处理的写法 不知道您听没有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现在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人中国 今天视频会放到有苦有救 供您观看 那咱们在接下来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